告诉你这个外面卖七八万 今天可以自己做个主物 三万九千曲卖给你 结果发图片来我看了一下 我感觉那些东西加起来 也就是值得一千块钱包 从未欠过有如此 浩颜无群之恩 相信屏幕前的各位老板 或多或少都会充当过游客这个角色 我在三亚工作过 本地人是不穿海岛服的 所以穿海岛服的通常是游客 在新疆呢 本地人是不戴小花帽的 戴小花帽的一定是游客 就算你在穿戴上 没有这些特征化的东西 也是可以一眼辨别的 他东张西望的 看什么东西都很新鲜 一副呆瓜像 我也做过这种呆瓜 你只要是游客 那你就会被人当作是呆瓜 现在的套路不像是之前 把你直接带去柜台上去买 那现在是这样的 把你带进一个 像是用户体验官一样的场所 然后就会有人介绍大师进来 然后这个大师一进来 发现是一个小姑娘或者是小伙子 说话也没有那么古灵精怪的 显得非常真诚 她的身份通常是一些玉石的世家 甚至是参加过08年奥运会的奖牌设计 那有一些呢 自己家拥有很多项的设计专利 介绍自己的这个小姑娘呢 说自己不像大师那么能说会道 也算是出来历练 说人家的玉石呀 卖的价格都特别高 比较黑 也许都是多少多少倍 他们家的呢不会这么高 其实这些身份呀 或者是真诚呀 全部都是骗人的 假的 从这个时候开始 他就已经准备把你当作羔羊了 拿出来一些金香玉的东西 周大福卖8800 他可以1500卖给你 因为他们是批发商 中间没有差价 而且呢 又是自己今天第一次出来讲课 觉得自己讲的不好 纯粹就当交个朋友 那这些东西实际上我们之前也拍过 这种多少钱 大小都差不多是吧 这个我们肯定见这个东西见的比较多 它的成本最多就是几十块钱 所以这些人在表达着自己为你好的同时呀 实际上是在骗人 恶心吧 不会恶心 我自己边说边觉得恶心 骗子的品质 我觉得这些人根本不值得拯救 没有恻隐之心 与禽兽无异 就假如说你看到一个小孩在井边玩 然后不小心摔了一跤 由于离那个井口非常的近 你在老远看到的时候你心里面会一揪 甚至你会有下意识的动作要冲过去 是吧 这叫恻隐之心 这个不是刻意的 这是天然的 是你本该具足的东西 是伪装不了的 但是我认为这帮人没有恻隐之心 没有恻隐之心的人通常是与禽兽无异的 那如果你要是买了这个新香玉之后 它会把你带到一个更高级的 只有VIP中屁才能带的地方 拿出某一些手镯什么的 告诉你这个外面卖七八万的 今天可以自己做个主务 三万九千全卖给你 旁边的这个销售员都说 哎呀这不行的 老板知道了 肯定要骂人的 所谓的专家 小年轻就说没有关系 想交这个朋友 我可以自己帮他垫上 那我们这个粉丝朋友 就是买了四五万的东西 结果发图片来 我看了一下 我感觉那些东西加起来 也就是值得一千块钱吧 大家不要笑话 这帮受骗的人 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当然自己跟圣人一样 但如果说你要是身心其境的话 哪怕不是这个手段 也会有别的手段 层出不穷的 让你无法防备 建议那些准备去当呆瓜的朋友们 可以抱团去玩 省心 但不论你碰到怎么样的局面 再真诚的人 也不要相信他 游客的身份本身给人的感觉 就是带着的高阳手 我们市场前一段时间 来了大批的游客 我拍了一张照片 发到朋友圈里面 结果底下的评论全部都是说 一群带在的高阳 旅游过程当中 不要买任何东西 哪怕30块钱的东西 外面也可能只值5块钱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观人 在这世界上 我最得相信了 只有你一个